我會這樣簡單形容 我是音樂、文化、教育人 音樂、文化、教育人 就是我三十多年來一直有笑裂過的範疇 現在有幾個不同的崗位 還有將來還想做些什麼都應該是環繞著這幾個元圈繼續去發生 我是比較暖龍的 以往我會說我是監製 即是製作者 但寫一寫一寫我覺得這個聲呼好像有點空泛 因為去台灣多做落地簽證 我就開始寫一些更空泛的東西 我就叫自己做藝術家 我覺得比較準確 真的認識你的時候我是做唱片公司的 因為我做宣傳 所以就會上電台認識你 但其實我們真人的認識 我當然是認識你 因為我聽你做節目 因為我80年代終於開始開咪 但我們實際上有交往 其實應該是家區離開之後 《別鳥戰有音樂會》1993 對 你在高山搞我的表演 就找了很多樂隊表演 對 那我又有樂隊樂隊又唱了首 然後又 我跟小菊一對主持 做MC 對 就在那個 而你第一次搞這個表演 我又想起你也很喜歡indie band 所以你也是有搞開的 搞開indie band 那時候你還沒進電台做 還沒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表演 然後我們就開始搞一些 擴大音樂系列 對 不如有一個專家開表演 喜歡聽歌 不如就叫他出來 然後我們就做了電台同事 我想那段時間 就是建立了我們那個友誼 是 是 大家知道大家是甚麼人 大家知道大家的方向是怎樣 之中他又會在外面接到一些項目 有一個很開心的就是 他會把香港做創作的人 就帶去其他地方 那我就會跟著之中 就幫他一起去搞 那我們又去上海 我們又去台灣 英國先 啊 普普 我們去到Peter Gabriel的Rubber Studio 做了SARS之後的歌 反過來也是一樣 譬如我有一些項目 我覺得他又是說 那個世界觀很適合 對於本土的文化很適合 我就一定會想起自中 就會找自中一起聊 不如我們一起搞 一起玩 有些友誼和英國那個 是很微妙和很自然的 很有機地去生產 好玩 我們這次的故事 都是說多一些indie band 而我覺得indie band 代表香港人的身份 其中一個我覺得很大的特徵 就是他們不斷去尋找 不斷去磨練 接受挑戰 甚至乎在那裡浴流 那些水是很洪水地沖過來 他們不斷地 好像那些三文魚向上游 然後一直找自己的過程很精彩 我想那個所謂identity 其實他都不只是 關於香港人和香港事 你在一個地方生活的時候 你會感染到那個地方的氣味 如果你創作 就會將你在那個地方感受到的東西 放進去 這是很不得之了 不過問題就是 如果你剛才問那個問題是 我們會不會有所謂香港的identity 我想這個問題不是我可以答到的東西 我只會告訴你 我們一定不會有這個地方的identity 但這個地方究竟還會不會是香港 它還是不是所謂香港的identity 我想這個問題你要向上面問吧 我嘗試去放空一點去談一下 想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就是講Make Music Day 或者這個 我記得80年代 那時候在Fringe Club Benny Jets 就經常開始有搞這件事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理想主義 很浪漫化 很泛國的這件事 那時候都是覺得很難的 但是到這十年八載 就是當Busking開始慢慢多了普及 由校園到中學生又玩 到近幾年很多 譬如一些大型的public site 那裏 無論商場 到一些海邊的公園 到一些大型的音樂接 就是這十年左右 那個生態是 講疫症之前 其實是有無種程度上的辦法 一起放鎖的 那時期 我又覺得 大家都好像無一無慮 我先說不要說 是否找到錢 或者是否找到一些生計師 但是那個時期 或者那種的可能性 其實是我們以前90年代說 如果可以這樣就多好 都曾經有過這樣的想像 但都 過去那十年多了一些的事情 你都搞了幾次這些音樂節 其實都很浪漫化 還有 當然背後我知道 太浪漫了 我知道背後有很多心笑 還有很多數字上的東西是艱難 但起碼 我們如果真的 當你聽真點 其實你看到人的笑容 你看到那個drone拍出來的影片 就是 那種 那種 如月那種 美好 其實就是可能 我們真的 不要想到這件事的時候 是會快樂了的 這一兩年 我想都不只是我 大家都會想到 究竟我們是不是有 一個 有一個空間 在腦袋裡面 可以讓自己去 所謂 享樂的呢 我不太知道 我不太知道 但我會這樣想 剛才提到那個 我們不要計較那麼多 然後我們出去玩音樂 享受那個音樂 我覺得享受音樂 這個 term 可以有另一個理解 其實因為音樂本身 我們從小到大聽歌 其實它不只是令我們 很歡愉 它不是這樣 剛才都說了 音樂是會帶給我們思考 音樂會帶給我們世界 那也是一個享受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 很享受音樂的方法 就是我們藉著音樂 幫我們去思考很多 這個世界上的問題 幫我們去思考這個城市 究竟應該有什麼出路 我覺得那些都是我們享受音樂的方法 只不過它不是純粹 寬天起地 它未必是這樣 最患的時代 都可能是 印度了更多的 如果以文化或創作的理想 因為我們小時候聽的 Punk music 就是英國的朋友們沒有工作 我都知道 其他都是彭王和歌 罵一下英女王 說說髒話 撞了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改變全世界 現在不是絕望 反而是一些新的希望 不是絕望 不過我有另一個 可能不相同的看法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所謂的創新 我想重點是 我們原本在做的 究竟做得夠好嗎 我們要創新的 不是所謂的方式 不是要換一些不知什麼 新的工具 不是這樣 而是 你要在創作的思維上 有一個新的更替 其實創作不是需要 不需要不斷更換一些工具 不斷更新的工具 不斷更新的工具 如果你說做音樂 可能是你想想 怎麼寫那些音樂的方法 不同了 你寫那些字的內容 不同了 那個思考方法 不同了 我覺得我們有這個生機 因為我們面對那個時代 那個衝擊實在太大 我們應該有很多衝擊 我們有很多新的思維 我們可以寫到很多不同的字 我們寫到很多不同的 melody 出來 在這些年代 可以很感人 應該會是 最近跟朋友聊天 他會說起 當這個世界好 那你 是不是會 譬如 那些 演唱會會多 那些 我的看法 我覺得 世界完全地 會走另一條路 我不相信我們 再會好像以前 所謂很蓬勃的 很多 萬多人 萬多人 萬多人的表演 我覺得他不是這樣 正如你剛才說 我們都開始很多 流傳 其實他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去聽音樂 或者我們去 聽音樂 就是這樣 其實真的不一定要走進去 那些最大的 Stadium 才是一個很好的 的經驗 其實這個 這個從來都是這樣的 不過以往好像大家不覺得 大家就覺得 我們要入行館才是正的 真的 去麥花森 就小層很多 去Art Center 就更小 應該都是很Niche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世界應該改觀 我們應該會越來越多 一些很 intimate的 演出 那樣東西 會不會影響整個生態呢 那它當然會 因為 你不再 不再是有 那些生意 在說 萬多人一場 萬多人一場 有的 你總有那些 有些天王級數 可能是在做 那些 但你不會那麼容易 各個都可以有那些 萬多人 然後你會有很多很小的 就是這樣 那當中那個關鍵是甚麼 那個關鍵是 我們在這個年代 我們在經歷著這個時代 拱著我們走 我們最需要做的就是 我們要調節我們的 心思 尤其是如果我們在一個業界 無論是我們做音樂 或者譬如我們做幕後 我們要知道 我們不再 好像以前那樣 追求 那個 生活指數 在這裏 我們的生活指數 在這裏 但是 我們的心靈 可以得到更豐足 因為我們有那個衝擊 一定要過到這一關 如果你繼續希望自己的 生活指數 一直在這裏 你會很絕望 那我覺得 這個時勢 這個狀況 他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告訴你 你不要再想太多 和錢有關的 若果你是搞創作 你是搞音樂 你是搞藝術 就請你 安分手 搞音樂 搞創作 搞藝術 和錢沒有關 但你的風築 一定是厲害很多 天氣會好 天氣會藍 我們這幾天拍的 山都會香 樹會綠 食物會新鮮 雖然錢燒了 但正好多 天氣會 天氣會